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次课讲了第一个问题 清政府官员对于中外关系 以及战后局势的认识 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讲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的题目是 对外交涉的指导思想 就是清政府对外交涉的指导思想 及应付局势的最初措施 清政府对外交涉的指导思想 及应付局势的最初措施 那么鸦片战争以后 那么外国侵略者 那么向清政府提出了很多无理的要求 那么这些呢 就使得清朝统治者认识到 这个外国人不但是层波迭浪 反复无常 而且那是贪得无厌 那么特别是外国侵略者呢 是软硬不吃 那么用当时清政府清朝官员的话说 这些英国人呢 是威智不可 礼遇不能 那么因此呢 同这个外国人打交道 感到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棘手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清政府在对外交涉当中 就逐渐形成了他的一个指导思想 清政府对外交涉的一个指导思想是 叫做外事无猜 内怀甚密 外事无猜 内怀甚密 那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 最初几年 那么进行的签订条约 和整军经武 所有这些善后之举 那么就是这种 外事无猜 内怀甚密的一个具体表现 那么下面呢 我们分别讲一下 那么清政府啊 这个签订条约的情况 那么签订条约呢 就是为了表示外事无猜 是吧 那么这个整军经武 那么就是清政府 内怀甚密的一种表现 我们下面先讲一下 这个签订条约 就是外事无猜的一些 一些基本情况 那么应该说 鸦片战争以后 无论是外国侵略者 还是清政府 他们都非常重视 中外条约的签订 中外都是这样 非常重视中外条约的签订 那么英国希望 通过以后签订的 向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中英五口通商负占上后条款 希望通过这些条款的签订 那么进一步 把他们在南京条约当中 所获得的这种群职权益 进一步的扩大化 来具体化 外国方面很重视 以后签订的条约 那么英法 等国的资本类国家 美国和法国 这些资本类国家 也相近来中国 那么也希望 同英国一样 从中国获取各种军力特权 这外国方面 重视条约的签订 那么清政府 则打算什么呢 就是通过以后 再同英国 美国 法国签订条约 是吧 来妥筹一个补救之策 是吧 南京条约签订了 中国损失了很多力权 希望通过以后再签订 是吧 五口通商章程 五口通商负占上后条款 来做某些补救 他们认为 就是清政府认为 通过这些补救之后 可以达到一个 一劳永逸 中外相安无事 达到这么一个 那么一个 很好的一个结果 他们希望 通过这些条约 对外国人提出来的 一些无理要求 给予这种制裁 给予这个约束 那么因此 清政府在主观上 也是非常重视 从外国所签订的条约的 那不像有些人 有些人所讲的那样 说清政府在 清定条约的时候 是吧 这是无所谓 是吧 对这个条约不重视 不是这样 那么南京条约签订之前 那么大光皇帝 就曾经多次 告诫 同英国签订条约的 亲台大臣齐英 跟他讲 说你在同各个国家 签订条约的时候 必须呢 要切实议定 勇渡兵盟 要好好谈 不可稍涉含糊 徒故目前 仍成不了之局 那么还说 必须呢 要深思远虑 切实议定 思前顾后 欲为仇化 其实要求这齐英 在同外国签订条约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慎重 不要留有后遗症 以后呢 仍会出现这种 中英之间的一些 矛盾啊 争执 那么南京条约签订之后 道光皇帝 在继续命令齐英 说呀 切不可将就目前 草率了事 是吧 目前同英国签订条约 和草率的签订了 制令该以他日 有所借口挟制 给英国人 为以后 再向清政府 提出无理要挟的 给他留下一个什么借口 那么清政府相信 只要同外国签订的条约 能够不厌经详 这都是他们的 奏哲当中的原话 上语当中的原话 只要同外国签订条约 是不厌经详 尽善无必 那么这样 就可以一劳永逸 从此呢 天下太平 是吧 就不再会发生战争了 正因如此 清朝统治者 一度把南京条约 称作叫做万年合约 就是签订条约之后 中外就可以永远的 友好下去了 不再会发生战争 把它称作叫做万年合约 就是清政府啊 也是很重视 这个条约的签订的 1843年7月 中英在香港签订了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十月在虎门签订了 五口通商章程 复战上的条款 那么签订了这么两个条约 那么这两个条约 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也不像后来的历史当中 所发生的事情那样 什么呢 就是这个条约啊 并不是由外国侵略者 或是由英国人来草泥的 那么这个条约啊 这个五口通商章程 和五口通商复战上 条款是由齐英来主稿的 由他来起草这个稿子 那么当然这个齐英 是吧 他在主要过程当中 要受到南京条约 这总体框架的影响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五口通商章程 和五口通商复战上后条款 是由齐英考虑到 中国方面的一些利益 他所起草的这么一个文件 一个条约 那么如果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新政府 能够像道工皇帝 所指示的那样 是吧 就是思前律后 是吧 不厌惊详 把这个后面条款 如果说制定的非常周密 那么中国呢 就可以减少很多这种损失 是吧 可以失去 可以呢 很失去 少失去一些这个利权 那么但是让人感到 非常的无奈的 或者感到非常可悲的 是这个时候的清政府 没有世界知识 昏味无知 那么从外国签订的条约 留下了很多漏洞 可以说弊端丛生 给中国社会造成了非常巨大的 一个影响 可以说是后患无穷 那么我们下面可以把这些 有关的 清政府签订条约当中 出现的一些漏洞 是吧 给中国造成的重大影响的 一些条款 我们在这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当其英 把他所起草的 五口通商 负占商负条款 交给英国之后 那么英国代表 在一个条款之后 加了一句话 那么这个条款就是说 清政府允许各国商人 同英国人一样 到各个通商口岸 进行通商贸易 这是一条 那么英国人呢 在这个条款下面 加了一句话 这句话是这样 说将来大皇帝 有新恩师级各国 就是将来大清国的皇帝 是吧 有新恩 有新的特权 给其他国家 准英人一体均粘 允许英国人 也享受这样一个特权 那么英国人 加了这段话之后 齐英是感到 非常的疑惑 那么心想 英国人 又有什么新的花招 是吧 是不是别有用心呢 那么因此 齐英就命令 他的谈判助手 就是广东的不正使 黄恩同 还有一个四品侍卫 叫做贤灵 就派这两个人 去同英国代表 进行交涉 就问 你们到底 家里一条什么意思 那么经过了解 这么清政府搞清楚了 那么英国人当时讲 他说他们听说 美国的公使 就顾盛来中国了 美国提出来 要到北京 向清朝皇帝 向道光皇帝 成立国书 他说 如果说清政府 允许美国的公使 到北京 去见清朝皇帝 成立国书 是吧 那么英国人 也和美国公使一样 也要派他的公使 到北京 去成立国书 一体军毡 叫新恩 那么清政府认为 是吧 说以前 各国商人 只能够在广州 一个地方通商贸易 那么现在 中国开放了 五个通商口岸 是吧 广州 厦门 福州 宁波 上海 五个口岸 都可以贸易了 他说现在这个呢 从一口到五口 这就是大皇帝的新恩 那么对于这个新恩 英国可以同英国商人 一体军战 是吧 那么至于他所提出来的 是吧 美国公使到北京 成立国书 他说这个新恩 那么新政府 他觉得自己心里很有底 很有把握 清政府认为什么呢 他非常天真的以为 只要清政府 在办理对外交涉的时候 办理遗物的时候 那么对各国家 一视同仁 是吧 不分彼此厚薄 就说呢 断不使彼此稍分厚薄 要坚持一个什么呢 坚持凡定制所应有者 从不删减 就是条约当中规定的 应该有的 那么新政府不删不减 定制所本无者 不能升天 条约当中没有的 不再增加 那么也是说 新政府下了一个决心 以后不再给任何国家 以心恩 那么这样的话 是吧 那么英国人加了这句话 说以后再有新人 新恩十几各国商人 准英人一体军战 他说这个就没有作用了 我不再给新人 给其他国家 是吧 你英国人写这条 这没有用处 那么因此 当时清政府官员 对于增加的这个条款 没有十分在意 但是恰恰这一条 因为清政府认识的模糊 增加了一体军战的条款 那么导致了中国主权的 这种沦丧 筑成了一个历史大错 这是由于清政府 这个外交上无知造成的 那么这是一个条款 那么另外中国近代 中国损失了一个很大利权 就是外国的领事裁判权 那么当时这个清政府官员 没有认识到 这个领事裁判权 将严重的侵害中国的司法主权 当时清政府官员 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那么当时清政府的官员 他还按照传统的一种 思维意识 思维方式 把中外关系看成什么呢 看成一种商务关系 通商的关系 那么因此 这个时候清政府的官员 就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国家司法主权的观念 他认为外国人到中国来 就是来通商 他没有一个近代国家关系 这么一个观念 没有司法主权观念 那么他们认为 是吧 允许外国人 在中国的通商口岸 设立领事 那么给这个外国领事 一个领事裁判权 他认为这样 可以避免中外之间 产生一些矛盾 那么这个领事裁判权是这样 据说来中国的外国商人 从中国人如果发生了一些纠纷 那么中国人是由中国的官员 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进行制裁 那么外国的商人 是吧 则由外国的领事 按照外国的法律 对这个商人来进行制裁 那么清政府认为 采取这个领事裁判权 就可以避免 因为中外的这个法律制度不一样 是吧 法律条文量性标准不一样 引起中外之间的争论 他认为这样呢 是一种啊 稀释宁人的一种好的办法 是吧 防止中外之间的为这个事情进行交涉 那么在这么一种错误的认识之下 那么清政府 就主动的 给了很多外国人 以这个领事裁判权 你比方讲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1841年11月 那么清政府 因为英国 没有向福州派领事 那么清政府就提出来 说你没有向福州派领事 没有人去约束 到福州做贸易的英国商人 或者英国的船员 那么因此清政府提出来 有限于这种情况 福州还不能够马上开市 不能够马上通商 以避免通商之后 没有人管理这些英国商人 就会节外生枝 那么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么一点 那么清政府 对于这个外国人 那么给予了这种领事裁判权 给予了领事裁判权 那么一个突出的例子 就是在1847年初 西班牙 要求在厦门设立领事 那么当时的敏哲总督 叫做刘运科 那么刘运科 就给清政府刹奏折 他谈了西班牙 在厦门设立领事 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 他在给清政府的奏折当中 是这样讲的 他说我查了一下 是吧 这个五个通商口案 允许各国通商 是吧 那么英国英吉利 英国人既然有领事 在各个口 驻扎在各个口 是吧 来办理税务 他这样做呢 就难以禁止其他的国家 也在这些统商口案 来设立领事 那么讲 按照惯例 各个国家 是可以设立领事 他说况且西班牙 我们原称叫做大吕颂国 说西班牙这个国家 在厦门的商船 也很多了 说如果不设立领事 反而会出现什么呢 散漫无际的情况 就是西班牙国的商人 谁来管呢 是吧 散漫无际 没有秩序 没有纪律 谁来管 是吧 那么因此他就提出来 如果说允许西班牙 在厦门设立领事 非为都市有所责成 并可介意谈压 什么意思 就是说允许西班牙 在厦门设立领事之后 不但各种事情 可以责成西班牙的 驻厦门领事来做 就是西班牙这些商人 有什么事情 是吧 由这西班牙的领事 来这个负责 有所责成 而且可以由这些领事 来谈压西班牙 这些国民 那么正是由于 清政府 出于这种 稀释宁人的 这种心理 特别是他在政治上 一种无知 那么这样呢 就把本来属于 中国的司法主权 就是外国人 到了中国来 他很明显是要接受 中国地方政府的 这种管辖和谈压的 是吧 那么由于清政府 这种无知 那么清政府 就把本来属于 中国的司法主权 那么就攻守的 让给了外国 去内者 那么当然后来 清政府这些官员 对这问题 有所醒悟了 想挽回 是吧 想废除领事裁判权 那么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以说是为时已晚 那么这是 关于领事裁判权 那么在中外条约当中 还有一条 就是协定关税 就是中国的关税 那么定多少 税率的高低 要从外国方面来协商 那么对于这一点 清朝统治者最初 没有意识到 这个协定关税权 对于中国 这个海关权力的 这种影响 这种侵害 那么当时清政府官员 是吧 那么这个 在这个中外条约当中 做了一个协定 关税的这个规定之后 反而呢 是沾沾自喜 自以为得意 自以为得计 那么齐英 在签订了中英五口 通商章程以后 他向道光皇帝 做了一个报告 他的报告说 说这次从英国人 那么来这个 协定 这个汉国税率 这个进出口货物 税率有的增加了 有的降低了 他说但是 通盘的算来 节长不短 总的算 通盘可算 实属 减者少 而增者多 这关税 降低的少 增加的多 于国客 有盈无处 对于清政府 这财政收入 只有好处 而没有坏处 那么这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时候 作为国家主权 一部分的 海关权力 海关自主权 已经遭到了侵夺 那么但是 腐朽的清政府 是吧 还不知道 还蒙在鼓里边 还认为自己在经济上 获得了好处 还在沾沾自喜 那么另外 那么清政府给予 这个外国兵船 是吧 在海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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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泊的权力 那么他认为 这个呢 是使得 这个外国的领事 可以有兵力 去弹压 他们国内的国民 弹压来华的国民 是吧 一个必要的 一个手段 他有兵力 才能够有 才能够有权威 是吧 那么他认为 这也是很有必要 那么他们 也不了解 外国兵船 是吧 停泊在中国港口 对于中国 对于中国的 领海主权 是吧 国土主权 都是一种损害 那么当然 清朝统治者 对于被迫 同英国人 签订的南京条约 然后他也感到 很愤懑 也感到是 奇耻大辱 那么他们曾经讲 说 对于这次 同英国签订条约 是世出万难 侧居最下 但即是之利害 不复顾 不复顾 理之是非 那么他们也感到 这条款呢 对于清政府来讲 是一个奇耻大骨 那么但是 当时的清政府 感到最忧虑的 不是以上我们所讲的 对中国社会 造成深远影响的 以上这些条款 他们感到 最忧虑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对外 赔款了 2100万两白银 通商口岸 从一个口 增加到五个口 他认为这些条款 是损害了 大清王朝的 这种天朝的尊严 那么对于这条款 那么他很看重 那么就历史的 发展来看 清政府所看重的 对外赔款 五口通商 那么这些条款 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对于中国主权的侵害 从以前 从上面我们所讲的 那些条款相比 并不是最主要 不是最直接 也不是最严重的 一个条款 是吧 而当时清政府 认为无所谓 是吧 或者还有些 自明得意的一些条款 我们前面所讲的 是吧 一体军单呢 领时裁判权呢 是吧 协定关税啊 那么这些条款 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是非常深远的 那么正是由于 这些条款 把中国一步一步的 突入到了一个 半殖民地的深渊 那么这一点 如果我们 总结历史经验 那么这是我们 中国人的一个大不幸 应该是引起我们的 一个高度的重视 那么通过以上 所讲的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清朝统治者 在同外国人 谈判的时候 是吧 他的政治上的无能 是源于 对于国际知识的 一种无知 是吧 无能和无知 是有着必然联系的 无能 是由于对于 国际局势的无知 那么他的无知 又使得他 显得更加的无能 那么在第一次 亚非战争时期 清朝的统治者 在对外交涉当中 遭到了很多失败 遭到了很多失利 这个呢 在某种情况上来讲 或者从某个程度来讲 非不能也 实不知也 就是说不是清政府 他不能够 把这事情办得好 而是他不了解 世界形势 不知道 应该怎么去做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国人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形形 是吧 就是我们应该呢 了解世界形势 不能够长期的闭关自首 如果对于国际形势 缺乏明确的认识 在外交当中 就会吃很多亏 就会损失很多国家的利权 这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第一个小问题 就是从外国签订 这个条约 下面讲第二个小问题 整军金武 就那块甚密的一个表现 我们会在整个眼镜上 我们会在这边 正确的认识